水母说电影 内涵你会懂 大家好 我是小飞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部 搞笑丧尸片 风羊 故事发生在一个美丽的牧场里 我们的男主水哥 从小就有放羊的天赋 未来可能成为农场的厂主 但是各个大株就不乐意了 为了报复水哥 于是杀了水哥最喜欢的一只羊 并把羊皮 皮在身上 趁着水哥找羊的时候 在屋里吓唬水哥 导致水哥产生了心理阴影 从此患上了孔羊症 而且不幸的是 他的父亲去世了 又怕羊 父亲又没了 农场是待不下去了 于是水哥离开了农庄 去城市生活 15年后 水哥也长大了 一进农场 就被一群羊给包围了 这个把水哥吓得不轻 只冒冷汗 不知所措 回家后 水哥先跟奶奶寒暄了一番 就来找大猪 自从水哥走后 大猪就自己成了这片农场 成了这里的老大 自己还建立了一个 研究转基因的实验室 他现在正为了明天 举办的发布会 做最后的彩排 而水哥这次回来 其实也没别的 就是想把自己农场的股份 卖掉换钱 于是大赵给了水哥一笔钱 并告诉水哥 咱俩的账都清了 你该干嘛 就干嘛去吧 而另一边 动物保护协会的小白 和他的同事小王 为了将大猪的实验 公布于众 偷偷地前进了农场 偷了一个活体羊羊本 但是在逃跑的过程中 小王把他摔碎了 然后就爬出来一只便衣羊 咬住了小王的耳朵 这下课把小王疼的 不管小王怎么扯 就是不松口 无奈只能拽掉了自己的耳朵 便衣羊随后 又把一只绵羊给咬了 转场之后 挡到钱的水哥 约了自己的机友 将有男出去海比 路上遇到了那只 被便衣羊咬过的绵羊 两人以为 是羊不小心跑出来了 准备把绵羊送回去 这时 小白拿着枪出来了 威胁他俩把小王放了 但是小白根本不会用枪 直接被将有男人揭穿 这时 他们看到不远处 一家农户着了火 冒起了烟 几人便去一探究竟 却发现 屋子里的人已经被羊咬死了 三人很快 遭到了便衣羊的攻击 将有男也是见过世面的 直接一枪灭了那只羊 几人准备开车逃走 但副驾驶又来了一只便衣羊 于是将有男一边开车 一边抵抗羊的攻击 但脚伤还是被羊咬了一口 无奈三人只能跳车逃跑 而这只羊 开心地开着车 冲下悬崖甩死了 而另一边 大猪开着车 遇到了小王 小王被咬之后 变得越来越像羊了 还挡在路中间 瞎转悠 大猪一看 这是来碰瓷的吗 于是下车跟他理论 结果被发了风的小王咬了一口 转场后 水哥三人在路上走着 突然发现 将有男的腿变成了羊腿 水哥顿时懵逼 原来被便衣羊摇过后 就会变成羊 而此时 一大群便衣羊朝他们发起了进攻 逃跑途中 他们来到了大猪的实验室 进来一看 实验室的人正用羊进行实验呢 他们发现将有男的不对劲 趁他不注意 一阵管把他挪晕 并且把水哥和小白赶了出去 出来后 他们就被羊群围攻 掉进了一个废弃的坑里 所幸的是 他们从坑里的通道爬了出来 在这里碰到了已经变成羊的小王 小王一脚就把水哥替飞了出去 水哥一看 打不过还是逃吧 而将有男这边可真是惨了 直接做了人体实验 一会变成羊 一会变成人 这酸爽 就跟吃了摇头玩似的 大猪这边也正式开始了自己的发布会 新闻媒体齐聚一堂 可随着羊的不断嚎叫 一群便一羊 一窝蜂地赶了过来 把在场的人一个个咬得遍体鳞伤 不过大猪倒是没啥事 因为之前被咬 他也在慢慢地变成羊 这时奶奶开车赶到 带着两人逃离了这里 回家求救 然而家里并不安全 变异的小王追到了这里 两人四打起来 关键时刻 小白一筷子直接把小王撩倒 可是水哥发现自己也被咬了 而大猪又准备搭乘自己的私人飞机离开这里 于是水哥去阻止他 兄弟厮杀的好戏即将开始 可是水哥根本打不过已经变异后的大猪 最终大猪被飞机的螺旋桨给嚼死了 将要难撤时拿着解药杆来 丢了水哥 但是面对这么多便宜的羊可怎么办 水哥拿出打火机直接扔进了羊群 恰巧其中一只羊放了个屁 屁于见火就爆炸了 所有的羊都被炸死了 故事的最后 水哥接管了农场 和小白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当然除了那条狗 影片也到此结束 好了 小飞最后重申一次 这部电影的名字叫 枫杨 喜欢这部电影的小伙伴 可以私信我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